大家好,这里还是天阳玄机啊,我们来看一下这个,这个志向相关的一些内容啊 第一个呢,我们看额头有志,额头有善志啊,在相学当中男人的额头啊,是祖业的象征啊,祖业少年运势 如果是额头这个有好志或者善志的话,加上额头会比较饱满啊,宽阔的话 那么这样的人呢,一般运势都非常的好,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啊,获得不少的财富 也比较容易成就事业,过上非富即贵的生活 这是一个额头有善志啊,还有就是守心明堂地网,这个地方有志 守心明堂就是守心嘛,守心有善志啊,主能够抓财啊,这个富贵代表大吉啊 这样的人呢,事业心十分的强,往往是这个,在这个公家单位啊 经商啊,都会有旺财,总而言之呢,是顺心如意啊,极少有烦恼 尤其到了中年之后啊,事业开展的非常的旺啊,财运更加强 一般呢,是不会缺钱财,这个是非常不错的一个志啊 守心有志要强过守背有志啊,守背有志,运势要差一些 那么,第三个特点就是双辱之下有善志啊 这个善志长在双辱之下啊,成为左右酷啊,主累积财富啊 左右酷,一般这种志啊,是有着非常聪明的头脑,善于理财 能够发现并抓住发财的机会啊,并且呢守得住钱财 因此呢,总能够一生啊,富裕不愁吃穿啊 这个是双辱之下的志啊,注意这个志不要长在这个地方啊 长在这个双辱之间啊,这个是不好的志 好了,有关这个志向就分享到这里啊 如果是有一些困惑,可以看下期节目啊 这里还是天仰玄机啊,我们下期再见